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,港星吴启力女儿,笑龙女吴卓林记先前被报到加拿大当街友,甚至想起父亲成龙名号求助,昨晚又曝光一段和女友Andy长达1分49秒的自拍影片,她在影片开头便表示我是成龙的女儿,还请大家转发。 港媒昨晚致电吴启力,她相当激动,怒批Andy错误引导吴卓林拍片,让人看到她的真面目。 根据港媒报道,吴启力接电话时相当激动,只说Andy一个三十几岁,当过老师兼有社会经验的人,引导了18岁,完全没社会经验的年轻人,吴卓林,拍片,这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, 我觉得没钱生活应该去找工作,而不是拍片告诉人家自己没有钱,爸爸是谁,吴启力表示,全世界的人都为了工作而努力,而非挤别人的名声去找钱,这个不是正确的价值观,也不合逻辑。 他也再次提到吴卓林的情绪病,他情绪上是有问题,去年就应该看医生,寻求专业人士医治,不过他走了没看医生。 说真的,难道穷就要去打劫银行?这个不是正确道理,做人就要自己努力,不应该责怪父母,他也提到三十几岁的Andy推吴卓林拍摄该影片,让人看到他的真面目,香港多少人拿最低工资还是去上班, 如果没工作就出来拍片吵父母,那这样一天不就好多这样的影片? 他,吴卓林,摄氏卫生,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,自强最重要。 至于这几天有没有和吴卓林联络,吴启力则说,这些我不想讲了。 吴卓林,又,和女友Andy自拍影片,女友被告白后先吻。 翻摄自YouTube,吴卓林痛批女儿被利用。 资料照,香港明报提供。